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门课原来的动机只是要向大家介绍经济学的新思想 就是我们讲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是新旧产业的形成代谢 那么竞争的话实际上是新老技术的竞争 在竞争的过程里面的话 西洋产业会动用以往留下来的权势 包括法律资本各种力量来打压和阻碍新技术的挑战 那么这个思想可以非常简单的明白的 从贸易战的过程里面来理解 所以我下面要进一步讲一个问题 就是这次香港动乱和贸易战有什么关系 我的推论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 香港动乱是美国衰落 要打贸易战 打不赢 升级到金融战 法制战 舆论战 全方位扩张的结果 所以你要获得停战 中国单方面的让步是没有可能的 除非像朝鲜战争 打了上钢岭战域 把美国打痛了 前面打了三年了 谁也吃不了谁 然后才会停战 中国越要让步 美国要价越高 就恨不得就把你灭了 所以的话 小打中打大打 这个升级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我今天要做的第二个预言 是快打不如慢打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半持久战 我为什么讲半持久战 因为毛东写持久战的时候 是在抗日战争之间 抗日战争打了八年 如果加上东北 那打了十几年 但是美国的衰落 我认为要不了十年 所以我讲的是半持久战 到底特朗普是继续执政呢 还是换新人上台 特朗普继续执政以后 是愿意跟中国领导人 达成一个长久的解决办法 比如说 我建议的中国减免美国的部分国债 或者中国帮美国 搞基本设施的建设 帮美国修桥 交换条件 废除美台条约 然后什么港独台独都不存在了 因为港独台独都是美国制造的 不把美国搞定 让美国承认中国和美国的平等地位 台湾和香港永无宁日 这点非常简单 但如果是特朗普失败 民主党上台 比如说副总统拜登 要搞比希拉里还不成器的 颜色革命的老套 说要开什么世界民主大会 那你开呗 我们中国也可以开全世界的 反省西方式民主颜色革命的大会 这没有问题 那就变成新一轮的辩论 大家放空炮 然后中国经济照样持续发展 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已经发现 有的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 公开讲演说 是不是美国也应该向中国学点东西 比如他提到一条 中国的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 所以能够做长远规划 然后说美国呢 美国的总统竞选就是四年 实际上他能够有效执政的时间 也就是两年 我今天碰到一个白宫的安全顾问跟我讲 说你在白宫里待着 总统能够想到两个礼拜 你那干什么事就已经不容易了 还做什么四年五年 甚至二十年计划 没有可能 然后中国反而是在协调各个区域 各个族群的发展 做长期投资建设方面 美国远远不如中国 所以我讲中国要和美国打贸易战 金融战和全方位的战争 不要着急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发展世界的趋势在中国一边 贸易战又增加了一条 不要赚快钱 要抓住核心产业 社会科学也一样 不要盲目的去照抄西方文献 要彻底解构西方的话语权 然后西方那些金融寡头 打通了以后 才会承认现实 接受中国和他们一样平等竞争的地位 我认为这个动乱的时间恰恰也是中国应该补课的时间 补什么课 中国应该发展系统的说法 应该和香港教师协会竞争 编出教材来能够让幼儿园的老师都能明白 到底中国特色和西方特色差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不但要和香港的老百姓对话 也要跟香港的知识分对话和香港的工商界对话 那么这种对话的话 帮助我们做什么 帮助我们打赢金融战 美国以为打了香港以后 香港经济下滑 就会挫折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 然后让中国在贸易战问题上向美国让步 我认为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因为这次自杀式袭击 对香港的攻击会加速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 为什么呢 真正导致美国金融霸权衰落的原因 恰恰是美国的技术革命 美国从石油进口国变成石油出口国 然后美国现在成为世界上产油国家的竞争者 不但和他们的敌人 俄国伊朗委内瑞拉竞争 而且和自己的门友 沙特阿拉伯卡达尔阿联酋竞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中国手上打贸易战的王牌 不是大家以为的稀土 是利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最大的矿产进口国的地位 而且经济持续发展 中国应该掌握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现在的金砖银行不久 我认为会发展为和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 石油产油国家的联合的银行 大宗商品的交易就以人民币结算 或者是其他货币结算 不需要美元结算 也不需要经过美元的清算系统 这样的话 美国的石油美元霸权就不存在 所以将来的世界金融资本就分流了 投机资本流向英美搞自由化的虚拟经济市场 然后要想搞建设的 要搞交易互补的 经过中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市场 中国利用美国打贸易战的机会 美元升值 中国可以逐步的抛出美债 不但不会损失 还会赚钱 然后把换得的美元和黄金和其他资产 借给被美国打压的小兄弟 比如说土耳其阿根廷 他们被美国制裁 美元债还不起 经济动摇的时候 要问西方国家借钱 利率很高 中国可以借给他们 利率比他们便宜就行了 然后美国现在一看摇头不对 又要搞量化宽松了 又要降低利率了 你们知道瞎坏的是谁呢 瞎坏的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 为了挽救金融危机 欧洲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实行负的利率 日本和美国实行零利率了 这样低的利率 养老基金会 退休基金会 怎么能够拿利息来付退休工资 付社会保险呢 所以美国越是打金融战 不但动摇美国石油美元霸权的地位 而且动摇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础 那中国干什么呢 我早就建议过 中国在这个时候 不需要忙的去开放什么股票市场 中国应该扩大中国的国债市场 以中国的基本建设 比如说高铁啊 电网啊 它的收益为依据 然后给主权基金 给退休基金 养老基金 发长期的国债 我只要利率高于美国 欧洲日本 几个基点 最多10个基点 20个基点 你们知道一个基点是 1%的百分之 就万分之一的利率 这个是非常小的代价 就可以收编美国的中产阶级 因为他们的退休金 将来就要绑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策上 你还跟中国打什么金融战 我意在 我的猜测 在美国总统明年大选以前 美国不可能和中国达成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贸易协议 这个贸易战 金融战 法律战 舆论战 会持续打下去 打的结果会全面的锻炼中国的领导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企业家 包括中国的年轻人 会逐渐的影响到受台独港独影响的年轻一代 然后将来迟早我们要落实一国两制的2.0版 让香港自杀性攻击的法院的大法官和教师协会里面的殖民主义分子 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找的 好 谢谢 再见